粉絲開心合照 虧機否來疊林毅峰 去年底競選台南市長施力 兩週前再辦電音趴 和韓國瑜的新北肇事 隔空尬場 這場國境音樂節 請來多名知名DJ 氣氛嗨到爆 只是活動結束了 大夥玩得開心 主辦的公關公司卻是滿肚子火 活動完他就列了一些缺點 那這些缺點其實在 在活動當天 我都有跟他現場的工作人 有Double Check的 結果他竟然把這些事情 都列為缺點 是他目前只支付了我20萬 原來音樂節後 林毅峰說 當天的舞台結構 少了兩座是違約 但明明事前 公關公司就有先確認 不過卻遭到已讀 林毅峰也以 開演時間太晚的理由 表示要扣錢 但主辦方出示現場照片 強調絕對準時 洋洋沙沙十多項指控 林毅峰就是以此為理由 拖欠剩下的24萬款項 公關公司認為 虧機老爹付款不甘不脆 就連工作人員吃的便當 也斤斤計較 這些工人這麼辛苦 當天35度高溫 在幫你做這些事情 那也按照你的要求都做到了 連我吃他30個便當 他也列為缺點 公關公司揚言提告詐欺 林毅峰神隱一天後出面駁斥 林毅峰嗆聲不排除提告 虧機老爹為年輕人辦音樂節 本該是美式一樁 如今卻被廠商指控拖欠舞台費 雙方各說各話 最後恐怕還是得法庭相見 記者台北台南綜合報導